台中市長盧秀燕出席大甲社區活動中心的 接幕儀式進場時碰到了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蔡其昌被視為是民進黨角逐下屆台中市長熱門人選 盧秀燕有禮貌的和她握手致意 甚至在致辭時還公開感謝蔡其昌協助爭取經費 至於蔡其昌有沒有意願參加年底的臺中市長選舉 蔡其昌說她現在只關心地方 我這個階段來講我就是我一如往常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臺中市的市民她要的是政治人物能夠解決問題 不過被問到嚴寬恆之前的發言人張宇萱 早上在臉書天文說接到了蔡其昌 向地檢署告她妨害民喻的傳票 蔡其昌說事前已經提醒過對方 我給她機會更正 她不更正隔天第三天還繼續罵我繼續抹黑我 所以我已經預告我當時就已經講 你不更正我就告你 之前在中二選區立委補選時 因為105號碼頭的問題 張宇萱公開質疑 身為立委的蔡其昌行政不中立 干涉碼頭事務 當時雙方隔空互嗆 就算現在選舉落幕了 仍然要對付公堂 歡迎收看吳靈寧平行SNG台中報導